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淡水及北海岸的重点新闻 日前在淡水的红树林有线电视就发现 有不少穿着粉红色制服的民众到柜台申办各种业务 但却拿的是其他人的双证件 有线电视业者也呼吁民众这样可能已经造成个资外流 对此淡水警分局更呼吁民众双证件可以到银行来开户 而个资可能就因此落到诈骗集团的手中 不少民众在申办许多服务或者是到公家机关办理业务 有时候都需要用到本人的双证件 但除了确认申请人是本人之外 这个双证件也是民众重要的个资 但是现在红树林有线电视业者就发现 有不少身穿粉红色制服的民众到柜台申办各种业务 但拿的却是其他人的双证件在进行办理 有线电视业者也呼吁民众 这样有可能已经造成各自外流 是有发生住户啊 我们的用户他把他的双证件交给陌生人来这边代办退租 那有发生一些争议在 那这边就是要提醒啊 我们的收视户不要轻易把你的双证件交给陌生人 来做一些其他比如说退租还是其他的移动作业 也避免造成说你的证件被人家不效人事盗用 不少外地来的业者为了竞争不惜出动代办部队 拿着许多民众的双证件来集中办理 但是却没有正式的委托书 对此但说警方局更呼吁民众双证件可以到银行来开户 你的资料很有可能就被落到诈骗集团的手中 这个证件部分呢我们警方呼吁啊 这个也特别是有关于个人身份的部分啊 不要把证件啊千万不要把证件啊 尽量也不要把证件交给别人代办 例如办手机啊或到相关机关去办一些文件证明啊 或是一些想什么活动什么的 尽量不要把个人的身份证件拿给别人代办 因为这个东西有风险 可能被当被当成犯罪的人头人头户 对这非常的危险 所以这边我们警方特别呼吁啊 这个证件个人身份证件是非常的保密的 我们现在也有各自法嘛 那希望说各位民众啊不要啊 不要随便把证件交给别人 警方说民众不论是办理任何的服务 例如申办手机门号 或者是申办有限电视网路等等 尽量避免个人的双证件 身份证 健保卡 驾照等重要资料 交给陌生人来办理 这个有很大的风险造成各自外泄 有可能成为人头户 因此若是要办理任何需要证件的服务 民众还是本人亲自到场 才能够保障民众的各自安全 记者许多安一 电视三方报导